过年要到了 行政院长苏贞昌一早就冲冲冲先到高工局及桃园机场 失查过年输运情形 同时未免过年期间执勤人员的新郎 今年桃园机场过年期间加班机 经民航局核定为1423架次 旅客量较去年同期约成长4.6% 预估过年前后几天单日旅客量都有机会超过16万3000人次 过年要到了 这是机场海关跟各地最重工作负担的这个时候 我特别代表政府来给大家加油 蔡总统也一再交代 要感谢大家的辛苦 并要求大家务必严格把关 务必做到底水部落 所以今天我提前 不要到明天或天工作重的时候才来 我特别提前 早一点在你重做 还没有进入最严重 最重的时候提早来 也是再一次 要鞠躬敬礼 拜托你 谢谢大家 紧接着苏贞昌来到台北车站四铁供购安全应变中心 铁路警察局台北分住所视察返乡输运状况 台铁今年将加开300列次过年班车 高铁也加开436班次 且预估27号的运量将达到最高峰 达到90.5万人次 去年我们有一个9天的长假 我们得到今年说 只要早一点放假 把移动的时间大长一点 就能好一点 所以今年开始 我们就说从小年夜 就是除夕的前一天开始放假 也就让输运的紧张减少一些 7天年假 陶机公司提醒旅客多使用预办登机服务 网络报道 自助 行李托运 自动通关等服务设施 往返机场则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 而高工局则提醒用路人 除了国道外还有台61线等替代 新唐人亚特电影视 红蓝剑 胡适亚 张天杰 台湾桃园报道